董奇昌自玄斩 浩思白 香光居居室 松江华亭人 明代书画家 董奇昌是笔切 是一幅不经意之作 顾名思义 是在墨前好后 用笔是墨的浓淡 色泽 是处于创作前的一种准备状态 这幅作品为横幅 一行多则三字 少则一字 线条流畅 细运飞动 既有怀速的狂径 又见二王的韵味 董奇昌是墨铁为大草作品 在整个长卷中最为精彩 点画间 默契淋漓酣畅 草而不乱 真正达到了天真淡缘的境界 是董奇昌书法艺术中的真品 达到了无上妙品的境界